所以在里面会觉得苦 苦是非常苦的 这个东西是专心的糖 失去自由的糖 身份落差的糖 平时你是猫 你现在住的老鼠洞里 你是什么感受 曾经是公安局的警察 本科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内保局 后来在内保局非正常实践处置队干 一直是民警 唯一的辉煌就是代理过警长 后来我自己主动提出 算了还是做民警 四五年前交了一个女朋友 因为我这个女朋友 是父亲早逝 母亲是长期在精神病院 生活很孤僻 所以我一方面是情人 另一方面也像哥哥 后来有一次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 那网友有一天说 我是酒吧工作的 我父亲是清华的 母亲是哪的 就是这类的这种光环的介绍 说你晚上来我这消消暑喝杯酒 结果去了之后 回来告诉我 他的钱三千元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 我先把那三千块钱给你打电话 我说钱是不是在你那儿 他说是 我说把钱还给他 后来我女友还闷闷不乐 我说为什么还闷闷不乐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吗 然后他说那个 趁着他喝醉给违蟹了 而且不是一个人凑过来喝酒 酒吧老板也要违蟹的 只不过违蟹承诺没踏身 让他给推开了 情感就很复杂了 我说他男朋友 谁都会愤怒 让他玩圆盘游戏 里面好多不合理的规则 他不做不做就得喝酒 而且必须一口干 把羊酒啤酒全往这里灌 让他喝 他都讲了 在大嘴之前讲了说 我接近父母双往这种状态 讲完之后还准就上 你说这俩人就有半点两千 我给四个字评价 秦寿不如 第二个事儿是 告词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月左右了 我说那是监控吗 没监控 是强奸吗 他说没强奸长 就是猥亡 我说那就是什么物证 监控都没有呗 他说对 在你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 生徒这个人 只有蠢货才会承认 你作为一个警察 你知道这件事没发厉害 对 至少是肯定破不了 我跟我的朋友说了这件事 最后就去打了他散去 结果没想到打中 没牙齿折了 但是我没有动手 我没动手 打完之后 打人的那个跟我说了 说是 可能是不是打错了 后来他又去了一次 他去了之后留下线做了 完了之后 公安机关给发现了 盼了七个月 之前我是管理他们的 在这个身份上不自觉的 有一种我在上他在下的感觉 现在我和他们睡在一起了 这种落差是非常痛苦的 尤其是公安警察和嫌疑人之间这种落差 这种痛苦三心的疼 让夜里睡不着觉 第二种是什么 没有自由 你想想 成天你无事可干 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连你的吃饭都是别人伸手递进这个房间 你能看见就是四堵墙 第一天第二天 可能你还不在意 但是时间一长 你就会觉得哪怕我只要看见 外面的太阳和天空的鸟飞过 就是一种特别大的幸福 河里面的人没有办法聊 告诉他我之前的这件事 那他们就知道你是警察了 一屋子都是被警察抓的 所有人都是互相逼防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像一个陌生的猴子 进了一个新的圈好的猴山 每个人进去都是小心翼翼的 身份高和低是鱼龙混杂 最高的有可能是资产超过二三十亿 手里流动资产就有几个亿的那种大老板 但是互相之间谁也不愿意和谁说话 魅力的情感我感觉就跟原始森林产活 比如说你身强体重 你睡我旁边平时都跟我聊 那谁敢过来跟我自毛扎次 你有什么用 我有什么用 非常非常现实 只有有用的人在那里就是吃的比较开 我在那里没受任何委屈 就是我孤独的等了半年 我和所有人都可恶 但是也没有人敢找我的事 我在那里看了徐向前传 看了毛泽东传 我在那里没补的党客 原来在外面没补的党客 我在这里都补好了 都自己自我进行了党性教育 我记得我去第一个星期 我体重就减了五公斤 当时有一个姓妈妈的先生 是一个房地产老板 当他出去的时候 连高血压高血脂都没了 吃着那真是特别的好 馒头配菜汤 萝卜 白菜 反正就是各种菜 有人送餐来了 大姐俩馒头 就这么喊 所以在里面会觉得苦吗 苦是非常苦的 我说了这个东西是尊心的糖 失去自由的糖 身份落差的糖 平时你是猫 你现在住的老鼠洞里 你是什么感受 我有一点生活 就是我对这个人性 在那里面有了一个加深的了解 就是说别管他是什么地位的人 当把他们捐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 展现人性 展现的那是非常清晰的 比我干警察工作 当猫的时候 看到的还要清晰 就是说会炫耀自己作为动性的一种 对 就会把这个女人啊 当成一种战利品 把这个女人说得越恶心 越不堪 为一种自己作为男人的体现 还别以为是那种做个小假账 那种低操心的这样 全一样 你就会觉得这帮人的人性到什么地步 而且这只是冰山一角 其实我有三处住房 这是我父母的住房 正好我父母去旅游了 平时我要来这住 我就住这间房间 这是我目前在看的书 我父亲不知道哪拿来的 我挂过来布置一下房间 梅兰竹菊 淡泊明治宁京致远 我觉得这种简略的风格 还有淡泊的风格 我觉得布置房间最好了 我出来时候 当时坚实力允许采买 我把我采买的一些很简单的零食 在外面几乎不能叫零食的零食 全部分了 就是分给了坚实力的所有人 把我身上的衣服给脱了 是全脱了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冷 你多件衣服 是吧 你枕着它当枕头也好 因为那是没有枕头的 虽然出去了 所有人跟我 多数人都老死不相往来了 但是咱们既然有这么一个缘分 我把我身上东西都给你们 是吧 也算我来这一遭 那些人也不客气 全分了 在里边的时候 那你和他有联系吗 能够联系吗 他跟我写了一封信 要我精强 律师给我念的 只有仅仅这一次 剩下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我相信如果能见他会来 但是我其实并不希望他来 希望他自我保护能力 再完善 那社会的生活能力 再完善 那这些话千言万语 你是没办法再当 短时间表达的 那相见不如不见 事情的结果就是 后来我工作就因为这件事 就丢了 没有了物质基础的爱情 也就成了空中的楼阁 这半年相处还是比较正常的 他开始帮我挑各种衣服 带我去看各种电影 实际上他对我的亲密程度和交往频率 比以前还要好一点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提分手 他先是逐渐表达各种不满 最后再提 实际我想这些不满曾经也有 曾经为什么不提呢 实际上问题不在 他说的问题 而在于一些难以启齿的话讲出来 一句话你试试 你为了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他为什么要给你提分手 我心里你说这个问题 我内心是问我 但是极快的时间 我就理解他了 为什么 我当时喜欢他 到当时决定为他去打破社会规则 我为他去行侠 再之后我还愿意跟他交往 这些所有一切都是我的决定 我没有争得他同意 而且他该怎么做那是他的事 他想分那也是他的自由 因为我以前特别看史记 特别崇敬一个人物 叫玉让 玉让这个人为了报恩 两次对和自己无关的 甚至要重用他的 照相子进行行刺 事未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这就是玉让说的 在我这种崇敬玉让的价值观下 你让我无动于衷 这是绝做不到的 有一刹那 当我觉得这个 我的生活和以前出现不一样 那确实是会有个短时间的后悔 我知道丢工作是我个人的事 但是我也求人得人 警察是教育别人的工作 我不停教育嫌疑人 不停教育世主 不停教育各行各业的人 我自己身边的人 我都没有办法去帮人家解决 最大的这种的涉及法律的难题 那我还巴巴的给别人上课 那这不成了一种表演者吗 这是我当时的逻辑 当时的逻辑 因为我自己的骨头立不起来 作为人你自己 作为人作为男人 你没力气骨头 最起码要是一个实干的人 干实事的人 如果说人这种表演者 在这些岗位上 我觉得这是一种灾难 我不想成为这种人 这是我当时的逻辑 我还在这处理过一案子 一个小孩16岁 家里人老说他 说他特别胖 每天说 那孩子受不了压力 在这块上吊自杀了 就在那棵树上吊死了 当时那孩子特别重 想从吊的那绳上取下来 还搬不动呢 我原来不是在非正常事件处置队工作过吗 后来我形成一种心理惯性 就是这些死人身上总有戴点红 要不就红袜子 要不就红背心 所以后来我自己物品基本不用红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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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